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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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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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善政在2016年去微观大楼的时候 他看到赖清德 微观大楼 他在那边赖清德还弄到 球鞋开口笑 还有人在骂他是不是坐车 他说没有球鞋穿很久了 好 那个时候张善政就是给他援助 而且那个2016年的年初 只剩三个月国民党就要下台了 因为蔡英文总统已经当选了 微观大楼2016年的时候 5月20号就要换人了 可是张善政就跑去台南 我就讲一句 较没输费的啦 我到现在为止都鲜少看到台南人 在骂张善政 过这么多年了 台南立委也不会跑去亏张善政 因为他知道说 这个人跟台南有连结了 他以前帮过台南 如果我去批评他或酸言酸语的话 我会先受伤 所以同样的道理 这是张善政院 陈建言院长 很好跟南投发生连结的机会 全力的援助南投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援助 好 那回到这个例子 韩国瑜就在做这个事情 他现在已经不是怎么公职人员 也没有要参选 可是你看他的文章写在这边 他也没有在讲说 张善政 那个陈建仁院长 你不应该 他完全不提陈建仁 他跟大家讲 我们点亮基金会 他自己的实战基金会 已经做好准备 所有的物资 然后许舒华 他讲过一次 之后他也就没有再讲了 他去遗伤的抚慰 我每天收到很多 这个听众朋友写给我的信 最近都是南投需要什么 我也打电话就问舒华好几次 想捐钱 想捐 要出力 然后要弄物资 所以这种时候 谁没有同理心 谁就会离民众很远 每一个政治认为都要特别注意 像之前蔡英文总统 在嘉义的时候 云豹装甲车 那就没有同理心 水又淹进民众的家里面 那些当时很生气 骂蔡总统的 我看大部分 也都是支持民进党的 可是你伤了他们的心 他们就会生气 所以政治认为在看待的时候 特别要有同理心 解决问题就好了 真的不必酸 陈建仁院长这一次 讲了南投三次 我刚刚也讲了什么原因 那就算你有那样想 你也去去了解以后再开口 否则受伤的就是你 跟整个行政团队 好 在今天我们也讲到 除了高雄淹水之外 今天在台南这边 现在也开始看到 大家是什么 大家是安南这边 滑奖苦中作乐 甚至还有这个歧视 是困在水里头 大家就想问 陈院长按照你的标准 台南有超前部署吗 你到了高雄之后 一直想着 南投没有超前部署 南投SOP执行不够完整 不然台南呢 你有讲怎么办吗 来 斌哥 我也必须要帮台南讲点话 如果一直连日大雨 超过你的整个排水系统上线 那不淹等什么 他一定会淹 这是基本科学原则 这个逃不掉了 该淹就会淹 问题是我们怎么样 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 每一次在 我觉得台湾最讨厌的就是 每一次发生灾难 大家先互相指责 互相指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而是身为政府单位 你应该全力去救灾 先去问各个地方 到底有哪一些需求 我们到底能够做到什么 这才是重点 你说南投这个加油站 你看从2000年到现在 已经淹了三次 每一次都被埋 这个我觉得历届的政府 因为2000年 曾经政党轮替再轮替了 到现在 请问一下这个地方 到底应该怎么解决 是每一次就给他 给他直接土石掩埋吗 还是那个地方要迁移呢 还是说那边可以建党土墙呢 只要拿出个办法出来吧 不是每一次灾害都一样 那请问一下 科技的进步跟 整个政府的转移 到底在进步在什么地方呢 那我觉得许淑华 当然他自己身为受灾的 这个县的县长 他当然会有很多需求 那他会说希望国军 能够更提供多一点帮忙 那我觉得国军如果有什么困难 那国军也可以提出来 或是国军这边认为说 沟通协调不够的地方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互相沟通 但是最讨厌就是这种互相放话 那国军现在告诉你说 如果你有需求你可以讲 我不相信许淑华 他从立法委员一路当到现场 他会不知道有需求要讲 我想他一定非常清楚 刘苏丰还说他可能第一次当选 所以不知道规矩 怎么可能 南投县政府的人不知道吗 那些人都第一天当公务员 所以我觉得会讲这种就很瞎 重点是在什么地方 重点当许淑华 说人力配置不足的时候 你们第二天就可以调300多人来 那请问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如果你们一开始 就会派这样多兵力 如果照蔡英文总统讲的 500多个人 那表示你们认为500多个就够了 不就是这样吗 那你会再多加300多个 表示什么 你自己也认为不够 不就这个意思吗 那我觉得人力够不够 有的时候老实讲 你在某一些时间点 你派过多人上去也没用 因为如果塞在那个地方 你人力也没有办法散发出去 也是没有办法救灾 所以其实都是要 按照实际情况去判断 但是有一个东西不是 就是蔡英文的效力 如果你在勘灾的时候 从头到尾在那边笑咪咪 那请问一下 你到底是去干嘛 你是去奚落这些灾民 还是干什么 我觉得蔡英文 他根本不会勘灾 他每一次勘灾就去讨骂 所以我个人的建议 反正蔡英文也不喜欢 跟记者见面 所以拜托蔡英文总统 你剩下日子也不多了 你就归在总统府里头 不要出来好不好 因为你出来就是讨骂 不就是这样吗 那我也知道你找陈建仁 出来是干嘛 陈建仁就是个贴咖的 因为你们找不到人 因为太子没办法当行政院长 所以只好让陈建仁出来当 那陈建仁呢 说真的就是 就是对行政 对这些相关的东西 完全一窍不通 他会的唯一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拍蔡英文的马屁 说这个他什么也不会 所以他就是乱讲一通 什么东西也不按照规矩 也不按照实际的状况 他最近也一直在讲 说蔡英文财政纪律好棒棒 不就是这样吗 这个人就每天胡说八道 那我觉得其他的东西都不讲 我们只问陈建仁 你一个专业的事情 高端现在满三周年了 这是你的专业 请问一下报告在哪里 陈建仁 哈啰 你不是高端的实验者吗 请问一下高端的报告 你现在当行政院长 你可以去监督这件事 要求我们把报告交出来 你政府骗我们到底要骗多久 所以陈建仁不要把自己的格调放得这么低 是 来 彩薇 刚看到蔡英文他去勘灾的这个画面 就让我想到那一次伟汉哥在讲的就是 嘉义淹大水的时候 蔡英文云豹甲车下去勘灾 那个时候我是在现场的 我跟在蔡英文旁边 然后我永远记得印象深刻 有一个他是民进党支持者 为什么会知道 因为他自己有讲 他直接冲出家门来骂蔡英文 那时候蔡英文勘灾怎么勘呢 家里他们家里都进水楼 蔡英文不走进去的 他直接走在那个街上 这民众超生气 民众说你要不要进来看一下 你要不要进到我家看一下 他直接喊说 我是你们民进党支持者 但是你们现在表现让我非常的失望 对比现在蔡英文呢 他是嬉皮笑脸 笑笑的 然后后面的伍丽华 也是笑笑的 没开眼笑 完全看不出这是一个灾局 这我觉得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到底你有没有悲天悯人的 这一个心态 很显见的 现在蔡政府执政长是没有的 那我也觉得很难过 今天早上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 因为有提到说 韩市长有去南投 有跟那个许说华县长 有做一个连结 然后说要帮忙 然后结果底下 居然有一些侧意 就是侧意 然后开始在说 又是要有什么政治考量 什么等等的 我觉得如果大家印象还深刻的话 应该都知道韩市长跟 许淑华县长的两个人的感情 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这一次韩市长去呢 这次韩市长帮忙 伸手帮忙呢 不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因素 当然看到需要帮忙是一个 那另外基于跟那个 许淑华县长的情感又是一个 所以很难想象就是说 有宗教前程的这一个 曾建仁院长 他居然会用政治的思维 然后来说这是一个操作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不妥的 而且第一时间马上拿南投来 跟高雄对比 南投的整个状况 地形跟高雄完全是不一样的 更别说了 这一次民进党 不只是这一次 这七年来 投了多少资源 在你们的执政县市 尤其是高雄 如果大家设想 现在的这一个状况 淹水是发生在高雄 需要提出申请吗 需要提出求救讯号吗 要十块 搞不好给五百都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非常悲哀的事情 而且好好讲回来说 你说要提出申请 那如果今天是更大更大的灾难 如果今天是地震 然后有非常多的人 他可能在里面需要抢救 我还需要提出申请吗 所以我觉得我不懂 民进党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到底想的是什么 所以我也不知道 今天这个陈建仁院长 他到底是不是 禁朱者赤 禁末者黑 如果是的话 我拜託陈院长 想一想 你当初 不管是当行政院长 又或者是当副总统的时候 你的初衷是什么 那时候怎么告诉人民的 好 这个韩国瑜 他应该是人没有到南投去了 但是他这篇文章 确实让很多人觉得说 现在有什么办法 我们可以来帮帮南投的这一群民众 让他们的生活早日回归常态 也唤醒大家 彭李鑫 这三个字很难吗 我们先进广告 我们先进广告